陈爵王兴宇同首歌,唱出两种风格,倍赞青春游腻二唱功最佳。 在近期的节目中,我也是寻找到了两位唱功非常棒的小姐姐。 这次青春游腻二的比赛流程,也是和往年不一样,两个学员挑选了同样的歌曲。 九两两对决,同时来演绎同首歌,这样一前一后,也能分得清谁好谁坏。 这次在大家的期待身中,虽然王兴宇只拿到了C的评级,但是我觉得他的唱功真的是全场最佳。 唱功上面的忧郁,让很多网友对陈爵已经刮目相看了。 接下来的跳舞,成为陈爵的加分项,才不过上了七八节的舞蹈课。 跳舞的功力,被历次称赞,感觉是练习了一年的舞蹈学员。 看得出来,陈爵确实是一个天赋型的偶像。 要是光从唱功方面,我确实很难分得清谁赢谁输。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,两位小姐姐都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。 希望她们在以后的节目中,走得更远吧。 最后,问题来了,光从唱功方面比较。 你们觉得陈爵和王兴宇,谁最能打动你呢? 在一起,看得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